南投县议会于今日上午召开第十九届第十四定期会 在本日总咨询议程中 针对明年1月1号将开放莱猪进口的问题 县议员张家泽也在会中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严理相关政策 严格把关 减轻莱猪对于本县的冲击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国猪 所以我想这部分这个基查上的困难跟执行上的困难 也要拜托局长如实的反映到中央 让中央提出更积极的一个对策 当然最后还是像我们林县长讲的 最后就是我们尽靠多少家 就交给这个台肥公司来做肥料 不要让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 进到我们台湾的市场 因为台湾的这个民情风俗 跟各个国家真的是还差异太大 我们这个猪肉的使用量 尤其猪内脏的使用量非常高 所以要在这里再次拜托我们的林县长 跟我们局长 这个多家关心跟多家的确切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 而针对莱猪即将进入台湾市场的问题 县议员张永辉也就交县府卫生局 张议员表示 莱猪即将进口 而县府如何做击查 并且人力是否足够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装饰此问题 做好最严格的把关 局长我请问你一下 你要怎么来欺查这些 这些 这些摊饭这些猪肉摊饰 你人脸够不够 我们今年有没有被预算在里面 这些人脸不够的话你怎么把关 你这些 刚才局长回答 豬肉店就两千几个了 你两千几个你要怎么来检查这些 你人手如果真的不足的话 你说卫生锁可以下去 卫生锁如果下去 如果还没够 如果你不足的话 你看要动用疫病 你要把 要求人来 来挑战 这个关系到整个南投县民的健康 对不对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张家泽张永辉 针对莱猪即将进口到台湾市场的问题 来提出建言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规划相关侦测 为本县严格把关 记者春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吝点赞订阅 吝点赞订阅